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红衣正是代表着血与火的战役 其拥有进展输出龙城飞匠和防御玄武护身两套专精技能 输出专精龙城飞匠拥有强大的突进能力 一柄长枪即可把敌人击倒在地又能将敌人挑飞升空 防御专精玄武护身可持续抵御敌人攻击 并对敌人造成拉拽控制场面 斩锋 生性洒脱不拘小节 一壶啄酒一把巨剑在手便无可撇迭 通过蓄力可以打出高额伤害 攻击专精弹甲九问和防御专精明顶绝都可制造幻影 输出专精下可以控制幻影进行攻击 防御专精下 幻影具有嘲讽能力 能替本体承受不凡伤害 御剑作为修道者 以荒服正义为己任 同时具有近战和远程两种输出方式 真是非常犀利 修行神红诀的远程御剑 强大而灵活 可以凝聚剑气攻击敌人 近战专精飞星天 则是凭借精妙剑招 近身杀敌 需要根据战局变化使用不同连招 妙法已勤入道 善用法术能灵活用用五行之力 辅助专精洞渊疏 兼具土木两系法术 木系法术可以瞬间治愈队友 土系能为队友施加护盾 吸收伤害 妙法输出专精三十六章 可在水 金 火三种属性间自由切换 实现风格不同的伤害效果 女娲祭司 私命 珍惜生命 热爱何可 能够赶着灵兽 与自己并肩作战 蛙圣驻游咒是辅助专精 其持续的恢复能力可以为队友提供长久的治疗 输出专精幻灵咒可以召唤出多个灵兽与其并肩战斗 不同的灵兽可以给战斗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 同属于女娲信徒的咒语 却修行着诡秘霸道的骨咒之术 是战斗中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存在 辅助专精胜幼血迹 通过牺牲自身生命 治愈队友 拥有强大的群体挥斗力 输出专精 摇敬鼓咒 在持续高伤害输出的同时 引爆幽灯 对敌人造成无视防御的海量伤害 而且骤影不具异能 可以隐秘气息 制造人物 潜回原生 相当于拥有了第二条生命 六大职业各有所长 今年夏天和朋友们一起 携手体验战无定势 行云流水的仙霞战斗 普箭旗坛网络版 无论是手中长枪 还是心中剑灭 都将重获新生